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羌羌三人行》 我们《羌羌三人行》到英国倒比在中国还好找嘉宾的 这在北京香港哪请得到 朗朗啊 结果这英国咱们就能相会了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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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来我们杯子都英文了 没错 欧洲台的待遇不一样 咱们现在正是伦敦下午茶的时间 给我们上下午茶的待遇 不像咱们只有清水白面 也得拖英女王的福 朗朗这次也是给英女王谭光琴来的 上个月她在女王六十年的登基系列音会 女王到时候听你谭光琴的时候什么表情 她是这样 我结束以后呢 和Paul McCartney 这回在开幕式上 保罗曼卡尼 对 然后那个Alton John 我们几个人最后受到了这个女王的接见 然后她见到我的时候她说 BBC当时还录下来这段 说你弹琴那手怎么这么快 然后她那个手带的是白色的手套 她那学友弹琴的 她可爱 我能参观一下你的手吗 我觉得她挺有力 算长嘛 我觉得她手指的肚挺扁的 是不是 比咱们好像觉得挺扁的 真实 有力 身残之间 运动员一样 运动员很多时候照咱们标准看 都不算正常人 但朗朗肯定大家想知道 你喜欢中国什么运动员 谁拿金牌 你看吗 我当然看了 我是从1992年 每季奥运都疯狂大 这两天的形势 你关心什么 这两天当然 这两天实际都是我们中国强项比较多 跳水 这个体操现在已经开始了 昨天我们男团那太棒了 还有像那个我们的这个 举重 对 但举重稍微有点小遗憾 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这个 在全面上来讲还没有完全发展 说到举重咱们可以出出照片 这个中国举重 现在这个看起来啊 他们就管这个照片叫做什么呢 这个国家举重出征大合照 中国力量征战英伦 当日送行时哪料得今日情景 你再看下面一张 这也是最近这个国内争议很大的这个话题啊 周俊失败倒地 这个 举重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了 赢了不是新闻 输一个就是新闻 而且呢还有一个 你知道这个今天啊 我看这个咱们国内的这个消息啊 又又爆出一个消息 现在有了这个网络啊 我就发现很多过去 国家队不知道的内幕 你就会爆出来 比如说吴敏霞 现在这感觉一解了吧 三连贯了啊 结果啊这中国人往往背后都有个威情故事啊 这一说妈妈乳腺 哎就是八年 瞒着他 瞒着瞒着 瞒着 瞒着吴敏霞 甚至还有外公外婆呀 香气去世 这个就 瞒着他 瞒着他呢 就后来这个很多人说了很多 我说上届奥运会也是 有一个运动员 就被人让他拿金牌 家里人去世的消息 重病的消息 都不告诉他 可是人家吴敏霞这个就说呢 这也不愿组织 说是父母亲 就决定 不要跟他说 我估计是家里人自己这样的决定 不过这个想起来有点七八天 要是零比赛了 这还比较可以说七八年哦 这个金牌背后的这种悲情 所以啊这个 朗朗你看啊 我不由得又要拿出这张今天英国人的报纸 是 我就说英国人采用什么照片呢 反映出了他的态度 就我就说 大家不用懂英文啊 看看今天的英国报纸 登出这个照片 你就知道他们在聊 他们在聊什么 你看 大家能看得清楚吗 是吧 这就是今天英国报纸的 太明显了 太明显了 对吧 这就是今天英国报纸的照片 叶斯文 朗朗 这事儿 题目是美人鱼是这样美丽的 没错 但是我不知道啊 一说起中国人来 你就觉得就说 怎么说呢 你看 父母也是这样 就说 任何事情 不要影响孩子 拿金牌 是吧 是 就看的这么样的 是 不过这个事情啊 他们对这个我们泳台上的中国天才 那么枯克 朗朗也是中国天才啊 他们 你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有没有碰到阻力啊 或者我第一 我跟你讲呀 我第一次来伦敦的时候 2001年的时候 他们第一句话问我 就是说 你弹古典 你弹西方音乐干嘛呀 你应该这个 我听说你爸原来是拉二胡的 你应该这个 续长这个 这个职业不错嘛 这是你们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嘛 上来就是一句这句话 然后我然后说 你这次来谈 听说还谈拉克马尼诺 第三钢琴系统曲 这就可以说是 钢琴里面的这个 技巧是最强的曲的啊 他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画个曲子吧 还来得及 我说 我说我也不会换曲子 我说你听完再说吧 然后 所以就是 当然我谈完以后 他在现场也做那个 就是那个 解说嘛 然后他就用三个 哇哇哇哇 他就是不敢相信嘛 但是 西方确实是 对我们中国的 就是说 我觉得北京二维会以后 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 但是你看 这次我们的一些 这个 这个运动员结束以后 你马上肯定还是这些 这些东西 这是很很正常的一些事 他们就是说 这个 就是说怎么说呢 很多就是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个 运动员赢的时候啊 就是 好像很多 一些记者嘛 就是一个是有点吃醋 这是肯定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可能就觉得 他们可能都是苦练的 包括我们音乐也是啊 如果是 弹得好技术好 他是肯定是苦练的 是 苦练是肯定的 当然是苦练的 但是就是我敢肯定 你同样换一个人 对不对 你也可以这么练 就像 假如说让我吧 去像吴炳霞 每天这么练 我未来练不出来 但是 你说什么意思啊 对对对对 有 流传甚广的一句话 说天才是一分天才九十九分努力嘛 对不对 后来有人解释说是 这个不是加法 这是成法 就是 成九十九 就是没这个一 那个九十九 是白成的 你说得非常好 这个啊 这里面有一个 有个价值观的问题 这个背后啊 我为什么说有个价值观的问题 就吴炳霞这事啊 就是什么妈妈病了 这几年都不能告诉这事 我就很有感触 因为我觉得中国 其实中国人的文化里 对 何止运动员呢 你知道 就是说我一个终身的这个遗憾呢 也就是在在这个去年 我母亲 我母亲就中风了 他中风 他当时是在清醒的情况下 就送进了医院 在医院待了几天之后 才通知你 我当时正在外地工作 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打电话 他还在跟我讲啊 说我没事 我没事 就过几天 我就出院了 你不用回来 不用回来 那么严重了 就不用回来 结果几天之后 他这一中风 他失去了语言功能 就是我这个电话 就成了我跟我妈妈 这辈子最后的一个对话 其实这个父母来说 哪说不要说孩子比赛 是 连你正常的主持节目 哎呀我多大事儿 我也不要告诉你 是 所以吴美甲这个事情 他们把它解释成中国体育运动 举国体制的某些残酷性 其实这个是有点误解 但是 中国人文传统 对 很多人自己生病了 中国的习惯是不告诉他 是是是 是让他糊里糊涂 我们觉得告诉他 他更痛苦 当然这个按照 现在的所谓普世价值 人道的观念 是不是对 没错 所以说现在又到了西方价值观了 西方价值观 这是西方的游戏规则 你比如说 咱就说这个 中国运动员 咱们也说说中国钢琴运动员 是吧 你我们也听说 你也是从小苦练吗 这个父母亲的这种这个封闭式的 还是怎么着特别苦的这种练 你要照西方某些教育孩子的这种价值观 不一直就在说吗 说这是让孩子太残酷了 扼杀他的天性 你应该让他放养 人分 可是呢很多项目 包括钢琴 这个将来成才之后 我没有见到这个冠军呢 都感谢他父母亲 从小那么样的严格要求他 我不知道你 我没有看过任何一个钢琴家 包括中国还是外国的 不客户练技能出来的 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 他有可能就是说 可能他这么认真 他才 就是说他才有可能出来 他如果不练的话 没有人会可能会出来 所以就是这不管 但你小时候练的时候是被迫的吗 也不是所有时间都被迫 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很喜欢 但有的时候 当你谈过六个小时以后 这所有的人 几个小时 每天都是必须六个小时以后 每天六个小时 所以所有的人 都是到那个时候的时候 那肯定不是都自愿了 对吧 到六个小时以后 你一个小孩 谁能自愿 所以肯定这时候需要一些 强制性的这个 一些教育 肯定是 所以才能练成一个朗朗 再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频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大家看现在的奥运会 会不会觉得古代希腊人的奥运会 其实非常奇怪呢 那么辛苦的锻炼 赢了之后给你是树枝编成的一个皇冠 戴在头上就算了 那么古希腊人 他们又会不会像我们现在这样子 特地跑到奥林平亚去看奥运会呢 这个星期我给大家介绍几本书 让我们了解一下奥运会的历史 跟它背后的文化传统 陕西法门寺开卷八分钟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朗朗你觉得中国孩子 是不是比外国孩子能吃虎 能接受这种所谓非人的这种待遇 我觉得整个亚洲小孩都是 你亚洲小孩别光看我们中国 那你看韩国也是一样 东亚你的意思 对啊日本哪个包括朝鲜 对不对 你看这次运动员比如说举重 你看出来那不吃苦能行吗 对不对 尤其体育这个东西 有时候你必须是要当超人的 对吧 而且这些比赛能接奥运会的都是超人 你要在超人里还得当超人 对不对 比如说像我们的非人刘翔 那多不容易啊 我听说你给刘翔写一曲子 这还是一段子 是因为这是一个我们做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 叫那个中国节拍 是这个为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全国大概能搜集了将近两亿个节拍 我的那个节拍就是做了一个十二秒八八嘛 然后为这个刘翔这个加油嘛 结果呢刚刚那个刚发发出去 他跑我十二秒八七 然后我马上去我说你再跑慢点 我都跟不上你 他就做一个 这也有意思 削掉两个音 接下来现在那个孙杨又变成新的这个中国形象 是的 是的 不过他们现在也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举国体制的好处嘛 很多人说他的很多问题是什么个人荣誉 跟国家利益的冲突 很多人说举国体制会改变 但现在一改变也会出现个问题 你知道什么 嗯 就是一旦你的形象上成为中国体育的代表了 他就会脱离这个体育总局的管理 现在很多人都在讲刘翔以后啊 他就会走向刘翔李娜这样的道路 商业化 对啊 他的经纪人他目前为止 他的广告啊什么东西还是人家派给他的 他们很不满意 你想象他这次要是一块两块三排金牌 这个这个拿到回去以后 他变成了一个新的偶像人物的时候 所以他们现在便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吊诡的现象 就一旦你在体育成绩上成为国家代表 你就脱离了国家体制了 哎 这国家代表这事是个什么滋味啊 我觉得哎 正好咱们在这儿啊 就是哎 我觉得你们啊 对我来说是一种特殊的人 你知道吗 因为好像中国就有一些个品牌 比如说姚明啊 刘翔啊 朗朗 绝对也算 就是在哪就说代表中国 但是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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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 是个什么滋味 是在出行各国的时候 会有什么感觉呢 所以我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代表着什么形象 不管你是做什么的 因为当你在国外 比如说你在台湾街吃顿饭 大外国人在看着你的时候 他就看到你的形象 他就来判断他在他对中国人的形象 比如说你在跟人 你一到外国人跟你聊天 你是不是会觉得有种意识 我得宣扬宣传宣传爱国主义这种问题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都我觉得 因为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的 可以说是非常棒的一个时代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确实要把这个我们的时代要体现出来 不管是钢琴或者是做别的事情 像钢琴当然像我来讲每年要谈130场音会 那么主要的音会 马拉松三天一场 对 而且主要的音会主要都在国外谈 所以你没想到你走上台的时候 你肯定代表着中国形象 因为大家肯定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他肯定是这么来看的 这不一样啊 我们在台南汤吃饭 跟他跟苏宾妹的 在维也纳的下宫前面 这个全世界西方人都这么看着你 他问的就是这个感觉 但是就是这个形象 我觉得还是点点滴滴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说 它是一个全面的形象 就是说当然 我觉得有些人能 包括就是在体育界 或者音乐界 或者说在这个艺术界 或者电影 对吧 这都能改变很多形象 包括在商业里面 对吧 他可能说这个 商业干嘛指着我 还有我有钱 我做商业 开玩笑 开玩笑 我听见朗朗刚才讲 就说这个文化艺术 我不禁想起一点 你说你在中国收集了很多节拍 我们也有一段小片 就是这个在英国 我们也收集一些节拍 你发现没有 他这有流行音乐文化 对 是而且他街头就表演 我还是去年上次来这个 呃 门口啊 就几个 打着鼓 打鼓吧 有一些个带着个面具 搞什么运动的人 见这儿有一流浪乐队在表演 上来就跳起来 他就是一个街头party就形成了 我给你看 看这么一段 打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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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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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 参选华姐是我最重要的决定 因为她第一次让我发现了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选美后我选择了创业 从创办杂志到成立自己的女鞋品牌 女孩能穿上我们的高跟鞋 就可以变得更美 更自信 能让更多的女孩变得更美 我想这就是我这几年最大的收获 大理特约之2012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传厂牵引念造工艺 历经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变幻 红花狼 沉默是今 不是我的范儿 话语影响世界 从早说到晚 有谷谈到今 波云渐日可以直中红心 唱响环球彩风 说不尽世间白台众生万象 清兴百老贵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台 来 徐老师问问 陈维亚的北京开幕式的导演之一 他批评伦敦的开幕式说他的流行音乐太多是个败笔 你怎么看 英国确实是可以说怎么说呢 他们流行音乐是他们的这个一个在文化推广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领导世界文化 对对对 所以说我想因为就从古典上来讲嘛 像德国奥特利或者俄罗斯可能会更强一些 虽然他们也是这个欧洲文化上很强的国家 但是他们确实从这近年来主要是流行文化 那包括就是他们的一些比较有名的明星 比如像那个憨豆先生 他当然不叫憨豆 你看见那段演唱你感觉怎么样 因为开始我觉得很严肃 因为那个指挥是我特别好的朋友西蒙拉特 他是那个柏林哀乐的总监嘛 也是个英国人在指挥伦敦教育团 大家都觉得特别的严肃的时候 哎忽然来了一个山寨版出来了 而一会儿谈情一会儿打击 他这个一会儿指挥的 所以他这个当时就是说 以前有一个美国的一个指挥 也是就是是一个幽默性的指挥 他也经常干的事 组织媒体当时不也是 也是在指挥时候他来模仿吗 也是有这个 所以等于是把这个售给搬到这个英国这次了 但是很成功做的 对对对 而再神圣再研究的东西 他都可以来幽默 对对对对 而且你知道他们后来一查资料 结尾就是他这朋友保罗麦巴特尼亚 这个黑酒这个歌 这个这个要不说他这西方的这个音乐啊 你也得承认他的某种主流的这个一个现实 比方说说黑酒这个歌难道是英国人记忆里的东西吧 不是啊 当年这个这个这个捷克布拉格之春迎着这个苏联坦克这个捷克的一个歌手为此都坐牢了唱的就是他改过的黑酒就是表达自由的声音 然后呢这个柏林墙被推倒的时候全场的人唱的也是这个黑酒 但是你说他就是当代西方文明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流行的符号 其实他的演出啊也有点他的演出钢琴的非常严肃的音乐啊 但是我总觉得你的这个表演成分就是说弹琴的那个姿势啊什么东西也非常有表演性 你是有意的呢还是你就是这么弹琴这个习惯 没对我来讲我从小弹琴就是我当我看我五岁这个弹琴的时候 我认为就是我有一种就是想法是什么我觉得弹琴要不光用手弹 要用全身心去弹 对对对对感觉得到那金色大厅他那个全部就他一个人 还有那个托斯卡那个意大利中部那个那场音乐会 你跟那个Barchelli那样 跟Barchelli他连对话他的琴跟他的歌声在对话 这个完全是有这个意思 好像是马悠悠就说过他拉大提琴他那种抽的那个表情啊 他说我是姓高潮的表情 所以全是这些人都看到他姓高潮就是内德行 你也差不多吧 我这也不敢说这个 以后叶斯文可以参加你们的演出 他将来也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中国娃娃脸 朗朗你爱体育吗爱运动吗 我喜欢打乒乓球 所以我马上去看乒乓球决赛去 你有票 有票 你对中国队是什么关感 我这我这就是从小就是我觉得 我们中国的体育健儿都是能激励 我在音乐上面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一种探索 因为他们的这种精神 尤其这个奥运会奥林匹克精神 确实是激励了多少代的人 在向他们自己的人生目标去分爬图抢 但是你自己觉得会不会就是说 像你说的中国形象啊 到哪都意识到自己的中国形象 这次也有人说说中国人会不会有点太那个太紧张了 就是太就是把这些当回事了 显得比如说跟英国人相比啊 有那么一份不轻松不幽默就好像 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不认为 我觉得我们在奥运会的时候 我们还是不管他什么奥运精神 还是说什么就友谊第一什么比赛第二 不管怎么说大家心里都知道 这也是一个实话 大家都想拿金牌 都想拿奖牌 这就英国 美国他不可能去就是否认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虽然他可能说形态上来讲他们练的不一定有我们这么苦啊 或者说我们可能会会更就是说更集中性的训练啊 但是大家都希望得得金牌 你看到英国到现在还没拿到金牌 当然我也希望他们赶紧拿金牌啊 但是你说他能不急吗 他难道就说啊 我们来无所谓了 哎怎么样怎么样 他绝对他这是一个他是这么说的 那好像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你这苦练钢琴你参加钢琴大赛 到底是为了享受音乐还是为了拿冠军 我因为参加这个钢琴大赛是等于是给这个 就是说没有职业选手之前的人做的这些 是主要是为了拿到职业的这个 什么时候就跳过了这个阶段 说十三岁最后一次比赛 然后十三岁 他也有点早熟 他跟夜市问一下 一下怎么说啊 快了七秒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 就已经谈了很成熟的 跟大师合作 这都属于人类当中的少数人 你这没有吧 其实奥运会的运动员啊 他说的也对 最后要讲全民素质 对吧 你就完全讲金牌运动员 这只是代表少数人 我但就本来立养的 是吗 这始终 Final Fantasy